好,然後其他還有一個要說明的就是為什麼上一次的作業要你們去算那個Z分數的原因 我要來解釋要用來解釋因為絕對這間的很多的那個變異量數的細節就讓你們自己去看 不過我在其中考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要你們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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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要跟你們講那我只要算Z分數是要跟你們解釋這個東西 在這邊是有說明他這邊是用別的資料是用說那個範圍在一個就是說只要是你的你這個資料你是一個連續變數你是一個連續你是個等據或等比的尺度的這個資料 你算出來的平均值上下相差一個標準差那這筆資料它是佔大約全部資料的65.3%或者是到68% OK,那所以這裡我等於說算是說先為下一次的作業呢 就是應該說下一張統計圖先鋪一個梗 好,那這個呢你們可以把它加一個統計圖 這裡我們可以加一個叫做這個Histogram跟機率分佈 然後他這邊等一下會畫一個圖 正在畫,然後我這邊可以把它取加掉 這個Frequency好像蠻大的 OK,就這個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是根據這個原始的AgreSQL畫出來的 就是直方圖 然後曲線 就是所謂的它這個叫做機率分佈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那個機率 它就是指的是這個資料的總面積 你們就把這個曲線下面的面積當作是1就可以 然後你們可以那個可以比較看看 你看是不是這兩個 它用Z分數或者是用原始的分數畫出來的這個 直方圖會有點差異 但是那個曲線圖幾乎是差不多 好,那那個剛剛在電子上 我這邊再給,剛剛忘記其他這邊 就是這個的曲線圖 就這兩個變相 轉換前跟轉換後的這兩個呢 機率分佈的這個曲線圖是差不多 幾乎是一樣 這個關鍵在於說 剛剛我們看一下 它的那個算出來的平均值是3.43對不對 然後標準差是0.351 在這邊有說 在這邊描述統計表都有說明 那這個3.43是大約是在這個地方 就以這邊來說的話大概是在這裡 應該很靠近3.5 然後上下加減一個標準 它就是說大約是3.851 然後減0.大概是3.1 也就大概是3.851 也就是大概是到這個 到這個3.5的這一條 再往右邊加三個這個直方圖的條子 這塊面積 跟往左邊三個直方圖的條子 和六個柱子所涵蓋的曲線面積 大約是這筆資料的65%到68%的資料 OK 那這個有一個數學公式的名字 叫做或者是數學定你的名字 你們有興趣 我的電子書好像有洗 我看一下 我忘記我翻譯的時候有沒有註解 嗯 我這邊應該是要註解 也就是說 等一下 現在要帶Reation 看一個細節 這邊好像 嗯 嗯 應該是下一個 不是在這邊 就是在下一張討記 這是Z分數 這裡 4.3.5 我想是今天最後 啊 我 我 我想到 我說的這個是 第 5章 不是在第4章 然後就在第5章 等一下 What is Tenovic的分數 Tenovic的分數 這裡 喔 我以為沒有 我以為我有 我有一個講到 那個 那個 數學公司 數學定你的名字 不過 並沒有說 總之它是一個 不等式 就是 在圖 在圖 就是 剛剛跟你說 這個圖 4.10 10的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數學定理 那 這樣的一個定理 它其實是 呃 之後呢 許多的 這個 包括說 呃 運用 用樣本 去推論 母群性質的基礎 這是從這裡開始 那 在這裡 這也是為什麼 所有的這個 統計報告呢 你都 至少呢 是要報告那個 平均 其中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是 平均值 然後另外一個 是標準差的原因 跟那個 跟那個 數學公式 有 因為 有這兩個 是至少 可以告訴人 就是這筆 資料 變相 它的分配 到底是 什麼 當然 前提是 它如果是 符合 對稱分佈的話 我們可以 可以 知道說 有 百分之六十八的 六十八的 資料 是在這個 區間 OK 好 好 今天的就是說 重點的說明呢 這是第四章的 重點說明 就藉此 來做 那其他的 就 就你們自己再去 再去 閱讀它